今天是5月30号来到了安宁田达哥的基地里 它有80亩的生菜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蓝色的包包这一片 是用过巧克力的 然后这一片 白色的包包这一片是没有用过巧克力的 单独用复合肥的 它们两个当时是一起摆上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非常明显 这是用过我们巧克力的 用过巧克力的 液水不仅水特好 长势更均匀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密集度 它露出来的土度非常少 蒸汽的长势是非常好的 大家再去看一下 有传用复合肥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长势 就稍微的弱一些 你看露出来的土壤还是非常明显的 两个棚用复合肥和用巧克力 整个的长势的不同 现在我就跟大家看一下根系的不同 大家都知道作物的生长是要靠根系的 你根系好了 自然你长势是不会差的 我刚才去找了个铁锹 咱们就随机找一颗 咱们可以挖一下 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用过巧克力的根系 看一下 先放到这 大家跟随我的镜头 咱们去旁边用复合肥的这颗地里 咱们来去挖一个 咱们就在旁边挖一颗 咱们就选这个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根系 是不是有明显的不同啊 咱们可以在水里面 涮一下 今天正好拿了一个两个盆盆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对比 不仅是从长势的不同 根系也是不同的 这就是大度用复合肥和加入巧克力 它对根系的不同啊 也是希望大家以后 加少淡连钾的用量 而加入我们这种功能性肥料 效果是非常的好 大哥您用巧克力多少年了 三年左右 你这三年来的话 你感觉这个巧克力效果怎么样 还可以的 这个椰面嘛 跟这个层次啊都好的 还有这个干系可以 然后叶片浓绿是不是 对 叶水比较好 厚度 你种了多少米 种了80多米 你一直都在用巧克力吗 都用的 你没用巧克力之前 是不是一直都用复合肥啊 对 就渐渐压开始就是 一比一的比例 开始用巧克力是吧 对 就用好之后 相比于复合肥来说 干系一边要好一点 前退下来 比那个复合要好 今天我看了你又是 来订肥料 订了多少 武装今天 以后多多支持完巧克力 好的